大家好 老司机试车 身边这个是瑞丰 马上就要发的L6 Max 这款新的介于商用跟家用之间的安PV 它是一个售价在18-21万 这个价位区间 同时车长在5米25 跟你熟知的G18车长是差不太多的 2.0T的前驱加上8AT的变速箱 OK 我们现在还是从外观开始看 这个车的前脸 因为它嘴的位置是一个正梯形 所以显得下身是比较宽的 这个视觉从我第一次在机场看见它的时候 很远处变速度就很高 所以这个前脸还属于是比较好看的 我们现在视线慢慢转到侧面 因为一个安PV的车型 它的侧面的姿态 包括整个的状态 还是取决于安PV到底有没有气势 这个车身侧面 客观的来说是比较像α的感觉 所以它的气场感还是很强的 因为这个车整车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的车长哪怕已经做到了5米25 但是并不是显得那种特别瘦长的造型 还属于那种销位偏短一点 比较高视觉的感觉的 安PV的车型 这个样式我觉得大家已经看惯了好多年了 所以没有任何的 会看着不习惯的感觉 轮子的方面用的是很足的米其林的轮胎 同时轮胎用的是235的宽度 50的扁平率 18寸的直径 这个直径还属于是比较大的 因为安PV的车型直径越大 其实车里面就越容易感觉的比较硬 一般来说的话 安PV17寸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轮圈尺寸 那18寸一会儿它开起来的感觉 我们在后面说 但是起码它侧面的视觉显得 下身的轮的部分还是比较饱满的 正好对比较高的车还是比较协调的 因为我拍这辆是20万出头顶配的车型 所以配了电尾门 打开电尾门 这里面的空间 我第一次见的时候吓了我一跳 因为5米25的车长 说实话 在大个的安PV里不属于极致的一个车长 你看这个后备箱的近身 我的天哪 这么大个的近身 这个后备箱的绝对的近身 包括宽度跟高度 比G28要大了很多 尤其是这个近身的长度 起码比G28要往里面长了这么多 所以你整车的7人 长途的旅行行李 搁在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看我们这边就是摄像老师的随身的行李 直接就往里面一扔就OK了 扩展性的方面 这个第三排是可以往前low 直接放倒的 其他的配件方面 这边有个照明 我觉得照明稍微弱烈的 这边应该再增加一个 脸边有两个很小的挂钩 缺了一个大一点的挂钩 其他也没什么 但这个后备箱的空间 给我印象还真的是非常深刻 好 坐进车内的一个MPV的 其实它的前排的做工用料 跟设计风格并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司机 我还是比较关心的 这个设计风格就属于是 现在2021年2022年 常规的MPV的打法 中间是一块横调的屏幕 这边并不是全液晶的仪表 哪怕顶配也不是 中间是一块小液晶 这个无所谓 因为MPV的车型 大家不太在乎这件事 做工用料方面 比我显现的还是要强一点 因为一般来说 主销价位的17到18万的MPV 内饰都用的是比较廉价的材质 但是这辆车 它的这块的面板 手感非常的好 还带有轻微的凸起 上面是软糖素的材质 虽然这块是硬塑料 这个门板上眼是硬塑料 但是中间的门板这块 是仿皮质包裹的感觉 整个的座椅也是皮质的 所以作为一个18万 起抽价格的车型 做工用料 我觉得是跟这个价位是匹配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配置的方面 前排的配置 我觉得并不是非常高 因为这个车型 很明显是强调着第二排 它第二排是独立座椅 外加第二排的配置非常高 前排的座椅 也没给加热跟通风 包括其他的辅助驾驶方面 这些智能的配置 给了一个定速巡航 更高阶的二级的辅助驾驶 也都是没给的 但是自动公交 自动大灯 自动雨霜这些的 将近20万车型应该有的 它也都是用的 这块是没问题的 所以作为一个强调着乘坐 而不是强调司机的 它把配置重度的推向于后排 我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了 我希望总招 你应该给一个加热吧 北方的用户可能会更加友好一些 第三部分的体验的环节 作为MPV车型是非常重要的 我给大家从上往下看说 上面是一个手动的天窗 这个天窗正好照在这块 把光线用于鼓墙 这个区域非常的大 一个巨大的眼镜盒 很少见受这么大的眼镜盒了 这块是一个后排天窗的开启 再加上三个电动门 人家作为20万的车型 就已经给了你双侧的电话门 包括尾门也是电动的 这块的控制区域的按钮 也是比较直观的 所以这一块的操作的人性 包括直观的感觉还是不错 这块屏幕 其实一块屏幕主要关注的 就是听歌 导航 包括操作的速度快不快 这三个指标 咱们先看一下操作的速度 这个屏幕的滑屏的手感 还相对来说是比较跟手的 导航里面 你看这个手拖动地图的时候 这个手感也是比较顺手的 这块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在听歌的方面 这边是有酷我音乐的 然后这边有云听的视频 包括咪咕的视频 所以听歌方面也没问题 你可以接蓝牙的音响 所以作为MPV的车型 这个车机已经做到 它该做的东西 剩下的咱也不奢望了 因为东西一想的多了的话 价格一下就上了 再往下 这块的区域我特别喜欢 因为不管是你的手动空调的直吹哪 还是给它调到自动空调的模式 包括整个的空调的温度的调节 风速的调节 音量的调节 整个车机系统的开关 双闪 都是非常直观的物理 你像搁在这个区域 作为MPV的车型 经常司机这么着操作 就很直观 这是不错的 再往下看 我认为有几个成本 有点花的多了的地方 你看这个小盖板 底下是一个点烟器 包括这边的烟灰杆 完全没有必要设计个小盖板 这个小盖板都是成本 中间这个转轴 带的阻尼都是很贵的 同样我认为成本比较高的 就在底下 这个点烟器 包括USB 这个小盖板 确实盖上之后比较平面 整体感比较好 但是这个成本 其实完全可以再缩点下来 把成本叠加在 给我一个最佳热 电子的挡杆系统 电子的手刹 包括这边的无线充电板 后面的杯垫 都是比较常规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外 扶手箱分为两层 上面是可以搁文件的 一些比较小的地方 以前是比较大的一个储物盒 纵身还是挺大的 能搁不少东西 我觉得前排的储物 这个扶手箱还是挺好的 这个区域少了一些储物 梯子区的左边 还有一个小储物盒 但是这个储物盒并没有盖盘里面 搁一些不太容易飞出来的东西 会比较好 方向盘 这个皮质的手感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但是这个方向盘 如果在底下海绵 稍微在厚一点点 这个扎实的手感就会更好 现在摸着这个皮子 手感那是不错 但是总结的有一点点薄 我不知道我描述清楚部分 稍微得加一点点海绵 这底下就会更好 视线方面整体坐姿比较高 玻璃是比较通透的 整个玻璃的下眼也是比较低的 同时A柱是带有三角川的 这么着看过去 这个盲区就会比较小 这块是没问题 上车也带着服务手 主服驾驶上车这么着一拉 也是挺好的 那说一个小问题 它的这个车整体来说 宽度并不是非常宽 所以导致着门板 离我腿是比较近的 外加整个中控也是比较宽的 这块中控离我的腿 也是比较近的 如果是体态比较胖 起码比我再胖的人 就会感觉到 这个腿部这两个空间 稍微有点窄 但是我现在感觉的还OK 唯一还有一个小遗憾 就是因为它这个门板 你看这边 跟我的胳膊是离得比较近的 我这么着去调座椅的时候 就会夹着有一点点紧 稍微有一点点费劲 这么着调座椅 这两块的区域 我希望在下个年轻款上 可以再优化一下 门板的储合是挺大的 所以整体来说 前排的人性化的体验 都是不错的 唯一就是因为 受限于整个车长的宽度 所以主驾驶分配的 横向的宽度 并不是特别的宽 OK 我们来看一下椅子 首先椅子 刚才已经说了 没有夹着跟通风 这个椅子坐着 腿部的承托 包括腰部的承托的软硬 感觉还是不错的 外加这个皮革的面 这么着摸起来 还是挺软的 所以这个椅子 绝对的舒适度还是不错 就属于那种宽宽的椅子 腿部的长短的承托方面 我觉得稍微短了一厘米 再长一点点 就整整好好了 外加这个椅子整体造型 你看这个肩部 也是很软很厚的 这个座椅就类似于 那种商务车后排座椅 给你用到前排的感觉 你看这个软硬 这是挺不错的 椅子比我想象的好不少 好 我们现在上了第二排 它是一个两部的台阶 这边一拉 这么着直接坐在了 后排座椅上 我现在已经把后排座椅 拉到了最靠后 这边的双侧电动门 就可以关上了 关上之后我们再聊 咱们先说一下 这个后排的气氛吧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 标准的四座模式 第三排已经折叠起来 并且腿部空间 已经被我压缩到最靠后了 整体来说 气氛还是非常明亮的 因为玻璃挺大的 整个这块有个天窗 前面有个天窗 大家整个都是 白内饰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里面的气氛 让我觉得说 还挺高级 挺明亮的感觉 这边的玻璃 是可以升降的 挺不错的 很多MPV的车型 玻璃不能升降 这个高配的车型 是独立的座椅 靠背及坐垫 整体来说都是比较软的 这个皮质摸起来 也是感觉还不错 这个手感 对于一个20万座的车型 能提供这样的皮质 跟座椅的软硬 还是让我觉得比较意外 那高配的车型 座椅是可以进行 电动调节的 前后包括靠背的角度 同时有加热通风按摩 这块有个放手机的小空间 旁边还有个USB的充电 这个细节还是不错 所以这个座椅 它的乘坐的感觉 包括它的配置 作为一个20万出头的 顶背车型 跟比它贵两三万块钱 G18最低倍的车型来说 那就报告了不少 哪怕跟它同价位的 大通的系列车型比起来 比如G20的 很多版本的车型 这个第二排的配置 也比那个车型要高 这个独立座椅的感觉 OK啊 上部有带着液晶屏的 一块温度的独立调节 这个在很多MPV车像都有 并不意外 只不过它是自动空调 这块呢是带有灯带的 里面是有氛围灯的 还是不错的 底下是两个杯件 这块是USB 盘盘是12分的点热器 没什么问题 第二排配置 最后的两项呢 在主服驾驶的座椅后面 还各自有一个 4公斤的小挂钩 这个玩意寒露很血 大家都明白 现在座椅拉到了最靠后 因为给后备行 留了不少的空间 外加第三排是不能动的 所以它拉到最靠后 就是如此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 小臂的腿部空间 前排提供了一个 小脚踏的位置 你看这么着 就可以踩上去 坐起来会相对来说 舒适一点 但是我觉得可能 脱了鞋会更好一点 现在穿着鞋踩 心里总有点不太舒服 给人踩脏了 OK 然后作为MPV车型 最关键的是 我给它往后放放放放放 就可以放得比较躺 它这边是带有一个小靠枕的 并且这个靠枕的角度 是可以调的 当你给它调的 比较加紧的时候 你睡觉 对于脑袋的固定 就会比较好 这还真的是挺舒服的 脑袋带着加紧 这个靠背的角度 包括这么着脚踩的 VIP这么着睡觉 还真是挺可以的 不错不错 所以第二排整体来说 它的气氛 包括配置 及座椅的感受 是超过预料的 对于20万出头的车型 我们预料到第二排 能配置这么舒服的一个感觉 OK 现在我们把这个小脚踏收起来 把这个座椅调到距离前面 两拳索的腿部空间 我们现在进第三排看一下 看看在七人的模式下 第三排的空间如何 一般来说 你看我现在调到这 第二排的VIP的空间也还OK 差不多就是两拳 我们现在进第三排 因为这个车并不是特别的宽 所以这个过道也不是特别宽 但是高度比较高 这个后背感觉空间还是挺多的 稍微侧点身 走进第三排 我觉得走进来 还相对来说是比较顺利 好 我现在拿这个右侧的位置 给你看一下第三排的空间 坐进第三排 反正都让我非常的惊喜 因为后备箱近身很大 谁都知道 车长一旦的后备箱 使得很多的话 它云给第三排的空间 就会非常小 因为第二排的VIP的空间 还是我保障的 被它第三排前后不能挪 Copper只有一个档 所以我认为第三排就约等于 可能会被放弃的一个部分 结果我坐进来了之后 第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 就是在前排座椅 距离第一排有两圈的情况下 它现在也有两圈的退步空间 这个还是让我第一个比较惊讶 并不是说已经局促到不能做成年人了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座椅 虽然Copper角度不能调 但是椅垫非常软 甚至明显的比第一排第二排还要软 我的天哪 这Copper也很软 坐上去之后 这真像是一沙发的感觉 哪怕Copper的角度 只有一档并不能调 相对来说也有一点点直 但是整个Copper也属于是比较软 再配合上一个比较软的坐垫 及至少两圈的退步空间 这个第三排也是可以正经做成年人的 外加中间这个位置 刚才我给你摁的这个区域 也是比较软的 Copper也是比较软的 这么着头枕打起来了 中间这个位置也是可以坐人的 所以这个后排正经的做三个人 跑长途也是没问题的 第三排的配置方面 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照明这边两个B站 一个储核 底下有USB的充电 配置方面也没有什么大的加错 并且后面还带有隐私玻璃的 所以这个第三排 原以为是个带引号被放弃的第三排 结果空间说得过去 座椅的舒适性让我非常的意外 有点意思啊这第三排 好的我们现在开起来了 一MPV开起来还是很重要的 首先呢我是一个奔驰威亭的MPV的车主 谁都知道那是一个小香祸改的MPV 所以它的悬架跟隔音非常差 同时呢我也是老的GL8的车主 那个车开了七年的时间 我对于一个MPV的悬架隔音 包括其他的方面能好到什么样的程度 GL8做一个标杆车型我心里也是有谱了 在这两个基础上 我们现在看这辆瑞丰L6MAX的车型 那2.0T发动机233马力 8AT的变速箱 前驱 这个底盘就不用做的非常高了 不是后驱的结构 很多人总觉得说2.0T的发动机 拉这样的大概5米多的MPV 是不是劲不够 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 我那个老的GL8 2.4自然吸气 那可比这个发动机的劲要小了很多 但是拉着一家老小的七个人 完全没有问题的高速上开 其实你开MPV的车型 动力不是你最担心的 你希望是大家一起在 骑了融融的状态下 享受出行的生活 那在这个基础上 只要你的城里面80到90 包括高速上110到120的 再提速的能力 能做到让你相对来说 游刃有余就够了 MPV的车型动力 真的不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车的动力 你看我现在提速 这个加速的感觉没问题 所以动力的绝对值 大家不用担心 在这个油门的方面 这个车的油门就属于是前段油门比较慢的状态 那这个前段油门比较慢 富含MPV车型应该有的玩法 否则的话过于灵敏的油门 会让车里面的人过早的去晕车 OK 所以动力跟油门的反应 这方面这个2.0T的跨动机 表现还是不错的 变速箱的方面 绝大部分的挡位 让我是没有感知到这个变速箱存在的 但是在三挡变二挡的过程中 不管是它的自然减速过程中的降挡 还是你身踩油门过程中 它降挡来提速 三挡降两挡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点闯动 但是考虑到这个车的整体车架 是相对比较便宜 这点的闯动还是可以接受的 其他的挡位是让我没有感知的 属于是相对来说 一个没有存在感的变速箱 整体来说 这个2.0T加上白T的变速箱 比我想象的表现要强了不少 悬架的方面是这样 这个车的胎压打了一个3.0的胎压 我跟厂商说 那你这吃亏 你让我的体验过程中 就会比我认为的结论要硬了一点 那实际的表现 我觉得比中位值 还是要偏硬了一丢丢 但是如果把胎压降到一个 它标准的胎压值的时候 大概在2.5 2.6左右 这个车会软和不少 就符合了我心里面 对这个车的一个软硬的预知了 这个车的悬架 我觉得相对于G28的柔软舒适度的话 可以给它打一个60%的成绩 那在我的心里面 G28的悬架确实是MPV里做的比较好的 如果市面上的车 大家能做到70%到75% G28的悬架的水平的话 其实就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了 那这个车作为20万左右的车型 它的最高配比G28最低配 还是要便宜了三四万块钱 所以它的悬架做到了一个 60%到65左右的G28的成绩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噪音的方面 我觉得这车的表现属于是正常值 并不是很惊喜 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失望 转向的力度 还属于是偏轻的转向力度 但是转向助力还是挺均的 并不会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便宜的MPV 转向做的那种的 助力一会大一会小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车的坐姿 前锋档是比较低的 侧面的窗户的沿也是比较低的 整体来说坐姿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坐姿是比较利于MPV的车型 它观察前面的路况 包括你开起这种大玻璃 给你带来兴奋深移的感觉 都是不错的 所以总结一下 这个车它整体的行驶感觉 我觉得会比我那个威廷 香火面包要强了不少 同时在整个瑞丰的体系里面 它也是质感最好的一款美兰MPV 放在市面上 跟其他的一些比较讲究 行驶品质的像G28的车型 包括最新一代的奥德赛 它整体的隔音降噪 包括悬甲软源的水平 也提高了不少 跟这些的车型比起来的话 它大概属于是人家的 70%左右的一个水平 还是相对它的价格跟定位来说 是超过我预期一点点的 是没问题的 试驾完了之后 整体来说还让我有很多意外的点 因为我在心里面 18到20万出头的MPV 很难做到 整体均航性不错 但是咱们看这辆车 我前面已经给大家解析的很充分 它的第二排的独立座椅 包括第三排的座椅软硬 及空间 及后背箱 都是让我觉得比较惊讶的 与此同时呢 这个价位的MPV 大家对于行驶品质感这件事 经常做的是拉胯的 但是这辆车 它的行驶品质感 明显是没拉胯 哪怕是用了国产的发动机 跟国产的变速箱 但是它的整体行驶品质感 虽然做不到GL8的档次 但是毕竟价位 比那个车便宜了很多 这个车的顶配车型 比GL8的最低配 还要便宜三万多块钱 所以作为20万左右的MPV车型 瑞丰的L6 Max 属于是新入场的一个 整体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手 那具体的车型推荐方面 我肯定推荐大家买 20万出头这个顶配的车型 因为它并没有比 最低配的18万贵多少 但是双侧的电花门 在20万这个价位 还是比较少见的 电位门 第二排的独立座椅 带着头枕 加热通风按摩 这些的第二排 直接都给你布置上了 所以20万出头这个车型 是这个车系里面 我认为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车型 OK 这就是这次的试车 喜欢记得分享哦 感谢观看